大家好,欢迎回来,今天是我们讨论Operations on Rational Numbers的第二部分 应该有什么多数我们直接去看题目 诶,等下,好 这个题目呢,我会用一个视频来讲,因为这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 一个是给比较高级的方法,一个是给比较初学者的方法 那么,初学者的方法,你们看一下这个题目,是不是很复杂 10乘7加2,5乘8加2,哇,我这样有做,我要做到什么时候诶 初学者,你们可以先拿一些比较小的号码 比如讲,你们可以先做这五个先,然后你们看一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就是通过观察,然后呢,呃,4乘7加2,对吗? 4乘7加2,给你们简单的做法,加起来就变30 然后呢,这个5乘8加2,加2,就会等于42 然后呢,呃,6乘9加2,加2,就会等于56 然后呢,呃,7乘10加,我觉得做到这边我就停了 它省时间,7乘4加2等于72 那么,呃,我可以怎么拆他们的吗?我可以,我可以,你拆了一下,你可能玩了几回 你可能会看到,诶,这个30是5乘6哦 然后哦,这个42是6乘7哦 诶,非常生气嘞,这些号码全部都是连续的,那么,哇哦 然后,好,所以呢,我们到这里呢,我们就可以下,我们就可以下一个总结 我们应该可以再玩,就是,呃,这个4乘7加2,这一堆东西呢,全部就会变成,OK 这边开始,5乘6,然后下面这边就有一个6乘7 然后,OK,这边再乘一个7乘8,然后8乘9 OK,这样子一直乘下去,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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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然后呢 这边下面呢,也是一直乘下去,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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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然后,OK 看一下就一个啊,100呢,乘103加2的话 就应该要是101乘102咯 如果照着我们的pattern这样走的话 然后呢,这个99乘102加2的话就应该要是 100乘101咯,对吗 所以呢,我们看到,诶,这边上面下面都会有 一样的号码,全部都是重复的咧 所以呢,全部割 如果上面跟下面都有一样的号码,你都是可以割的 所以呢,我们在这里,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有5乘2 没有5乘102,所以讲错 就会等于510 OK,做到了,不过我们还没有玩,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是比较高级的,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OK,与其做观察,我们可以用substitution 我们可以用替代法 OK,所以呢,let n let n 等于4 好吗,然后let 呃,7就会变成n加3咯 7就会变成n加3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4乘7加2就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n乘于n加3 加2 等于n平方 加3n 加2 加2 那么这个东西,如果你有学过一点 怎么说英式分解的话,你应该可以做得出 就是这个就是n加1乘于n加2 好 那么呢,我们这样做下去 好,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所有号码全部换成n的方式来表示 对吗 好 所以呢,这里就可以变成n加1 我们的n还是4啊,不要忘记 所以呢,我们的n加1乘上n加2 然后呢,ok,我们的分母这个部分呢 就有n加2n加3 都是乘啊,不要忘记 好,然后呢,这样子一直乘下去一直乘下去 因为我也是懒多写 ok 然后呢,这个99乘102加2就是 基本上就是n加上96吧 因为都已经,怎么说 呃 就用一点加我来看吧 然后,ok 100乘103加2就会变成n加97 再乘于n加98 好 所以呢,同样的也是3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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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啊,ok 所以呢,也是像我们之前一样咯 呃,我们只剩下n加1跟n加98 当然,那两个里面都要放回4 所以呢,也是一样的 5乘102 就会等于510 好 这个就是,呃,初学者跟高级学者的 都可以尝试做的方法 不过我当然是建议你们用这个方法啦 如果你们不会的话,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而且,呃,如果你们要用观察能力的 如果你们就这样子培养你们的观察能力吧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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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